德国人肖马特199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就被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所深温吸引 第二次来到中国旅游 闲来乌式的他因一次谈话把旅游变成了出差 而他最后定居在了中国 25年间他换过工作 也频繁地往来于中国和德国之间 时光荏苒 他依旧对新技术新设备充满了热情 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念 那就是想要在中国发展 就要让技术和设备适应中国的需求 让肖马特留在中国的原因 来自于他第二次在中国旅游时一次随意的谈话 到北京旅游的肖马特 见到了彼时他所供职企业的铺路设备 谈话间 设备使用者告诉肖马特 他们这套在全球领先的机器问题特别多 经常出毛病 随后他将此事告知了企业管理层 没想到相关负责人 直接让在中国旅游的肖马特负责此事 他们的工具有些问题 他们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不够的工具有些 不够的工具 我报告这个工具 在他们的工具 他们在某些工具 和整个工具 起初肖马特提出调整意见时 总部的技术人员并不认可 但是在他距离力争下 最终还是妥协了 因此那家铺路设备企业 成功搭上了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收获颇风 肖马特因地质疑的理念得到了验证 如今 供值于一家汽车配件企业的肖马特 依旧坚持他的理念 而这次他与企业的想法不谋而合 Well in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 initial phase this phase from the technology was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our German headquarter technology that also was transferred by plenty of foreigners working here they built up the machining line the machine the processing lines the technology 现在我们在不同的程度,在一个更新的程度。 现在我们开始发展到更新的技术的技术, 但更新的选择,但更新的选择。 所以在第一步,我们刚才学到第一步, 现在我们正在第二步,我们试着創作, 建立自己的研究和发展, 自己的试图和更新的技术, 更新的技术。 在肖马特的努力下,他所供职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 而通过与学校的合作,带来了极佳的社会效应,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项技术人才, 并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此外,肖马特还积极推动了多项降低碳排放的新技术新设备, 进行了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 这也吸引了当地政府的更多支持。 我们为自动工业的商业, 如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市。 在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市。 所以,当然,这些商业是非常大, 在这个辈子。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很成功, 和我们领导一个良好的商业。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这巨大市场。 如果它来到政府政府政府, 美国政府政府,就是 Shenbei区区, 在 Shenyang市。 政府政府非常支持, 每遍有问题也能够接近。 刚才3周, 市长在来, 来到我们职位, 职位可以来要蒙奇打着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高兴, 政府的支持率很好。 在肖马特看来 技术设备是硬实力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让技术和设备符合使用场景 使用者的特性 在中国符合中国需求的技术和设备 才能在中国发展下去 合作共赢才能让技术和设备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